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2年4月20号上午的10点30分 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讲讲猎狗币Hunter 它的搬砖套利技术之BUSD篇 希望大家喜欢 开始之前我们做个免责声明 本能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过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投资有风险 录市需谨慎 好,最近有网友问 咱们这个猎狗币能否能搬砖套利别的币种 就除了我前两天讲的USDT还有USDC以外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BUSD 大家知道前两天猎狗币的币价大跌 所以这个项目方为了稳定居心 居然公开了其这个黑科技 也就是说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就是薄饼交易所Pancake 搬砖套利 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BUSD 这个套利的合约地址 它的地址是这个Linux73938 这个地址 好,我们来到了这个地址 在这个区块链浏览器上打开Linux73938 我们看到了这个交易 这一栏里面 它有这个456157次交易 它这个次数是要大于这个USDT的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BUSD 是币安交易所自己发行的 所以它就会在它的中心化的交易所 币安交易所 还有它的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这个薄饼交易所都在使用 所以它的使用的人数呢 还会大于USDT 那么因此呢 从这个地址上来看呢 它的这个搬砖套利的 这个交易的机会和次数呢 也要大于USDT 那么前两天我们查的USDT的 这个次数呢 是30多万次 那么这个呢 有45万次 会更多一点 好,我们来进去看 它的BEP20代币的交易 我们看看最新的一笔 也就是46秒钟以前的 有4笔交易记录 那么其中的两笔呢 是买卖一个山寨币 N11 1900个 那么我们获得的是BUSD 我们一开始呢 使用185.44个BUSD 去购买这个山寨币 然后再卖出 那么卖出以后呢 就获得了187.11个BUSD 那么我们就盈利了 大概一点几个不到两个吧 BUSD 那么这个就再一次证明了 它有这个搬砖套利的这个技术 好,我们刚刚讲过了 在46秒钟以前 这个同一数量的山寨币 N11 1900个 0.68 买卖一次 就盈利了这个BUSD 从185.44到187.11 就赚起了1.67个BUSD 那都是在一秒钟之内完成的 说明它是电脑程序自动操作 那么这就再一次证明了 这个江湖传说中的 甲子机器人 居然是真的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详细记录 这个时间呢 是2022年的4月20号 1.48分14秒 对吧 我们用的是185.44个BUSD 去买入这个N11 买到了1900个 然后呢 同样的是1.48分14秒 我们又把它卖出了 卖出了1900个 然后就获得了187.11个 那么就获得了1.6个BUSD的盈利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交易次数呢 是43万7千多次 那么我们看看它交易的币种 有这个CBT T-E-X-N11 然后还有这个K-L-I-N-G A-R-M-A W-E-J-S 等等等等 有众多的这个山寨币 在咱们项目方的这个机器人 这个电脑程序里面 在搬载套利这个BUSD 看到了吧 它是有真实的造学功能 所以呢 这个项目呢 是可以做的啊 大家不用担心 好 那我们最后做个总结啊 战前才是硬道理啊 那我们猎狗一战 顶峰相见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